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贝利宾媒体飞龙网报道,一名海事专家,周三,27日表示,如果美国决定黄岩岛是菲律宾的领土,那么美国将会收复保卫黄岩岛。 该海事专家是菲律宾大海洋事务及法律学院主任巴董巴哥,其表示,根据非美协防条约,如果菲律宾的领土被袭击,美国有义务保卫它。 巴董巴哥警示称,档案证据揭发数,十年前,美国把黄岩岛移交给菲律宾自治政府,如果美国承认黄岩岛是菲律宾领土,而中国进行填海,那么美国有可能保卫这块领土。 巴董巴哥强调,现实我们要不要提起此事,这个问题有多严重,他们会在黄岩岛有什么行动?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要在黄岩岛填海,黄岩岛西湖面积约为150平方公里。 自2012年以来,被中方海警传言密看管,中方从中非两国达成的歌式争议,共同开发的共识原则进行管理,允许菲律宾与民在黄岩岛附近海域进行作业。 但非国内还是有一股强大势力,像巴董巴哥这类人,不希望中非友好,他们采取得寸进使蚕食手段,操作中国南海方针,拿南海仲裁来说是,现在又鼓吹于美国的护防条约。 然而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,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,美国和菲律宾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互防条约早就已经过时,我们不会因为黄岩岛向中国开战,我们没有那个能力,那将会是大屠杀。 杜特尔特强调,如果发生战争,我并不认为,美国会为菲律宾做出牺牲,我也不会允许菲律宾与美国一起在南海巡航,美非将动用护防条约,保卫黄岩岛和美日安保条约,保卫钓鱼岛如出一辙,这些都是美国投下牵制中国的战略棋子。 黄岩岛虽然小,钓鱼岛虽然小,但中国的领土没一寸是多余的,责任。